如果未來有很多人是因為富邦勇士而開始喜歡籃球 那我們就成功了 台灣籃球最近幾年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 進場看球的球迷越來越少 所以我想現在新聯盟想要解決也是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啟動改變最重要的機制就是要有商業模式 現在新聯盟想要推動的主客場制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主場球隊可以透過主場的經營去創造收入 那球團除了收入來源以外 其實最重要的我覺得是心態上的改變 因為球團在經營上就有了方向也有動力 那透過努力的經營其實是有回收的可能 那我覺得其實球迷才是最大的贏家 透過球團的經營 球迷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觀賽體驗 看到更精彩的比賽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務 所以這其實就是各球團跟聯盟一起想要努力的地方 其實PLUS LEAGUE的成立我們也是非常的興奮 因為過去一直希望有一個本土的職業聯賽 那其實我對PLUS LEAGUE的想法是希望未來不只在台灣 也能夠有跨國的球隊可以加入 讓PLUS LEAGUE成為亞洲一流的一個籃球聯盟 我們其實經營職業球隊的願景 也是希望能夠改變台灣的文化 希望體育成為台灣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一個文化 那這其實需要長時間的耕耘跟習慣的養成 我們希望打球跟看球賽的都可以成為 大家自然而然會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經營球隊的影響力 去為這個初衷跟這個理想去努力 我們過去在SBL其實也打了五年的時間 那在最後一年其實也得到了總冠軍 是隊史的第一冠也是球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的目標 都是希望成為一個亞洲一流的職業籃球球隊 我們不只要得冠軍 其實也想要在各方面有更好的專業分工 然後最重要的是希望給球迷一個職業規格的 觀賽的體驗 去年我們加入了ABL 其實原因也是希望能夠證明 主課長制是必要的 也想要證明台灣籃球其實是可以的 去年有來過台北和平館的話 有看過勇士的主場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的比賽不只是一場球賽 在比賽開始前的兩個小時 大家都可以進場去拿不同的贈品 參與不同的主題活動 過去一年球迷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 開場的地板投影光雕秀 球員的出場動畫 LED的環評等等 其實都創造了類似像NBA的觀賽的氛圍 去年其實在整季經營下來 其實也有非常多的收穫 然後球迷的反應也給我們很多的鼓勵 最難得的其實我是覺得 聽到很多朋友 帶平常不看籃球的朋友進來看球 然後進來以後就發現 哇 籃球賽其實是這麼好玩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未來有很多的人 是因為富方勇士而開始喜歡籃球 那我們就成功了 就這樣看來看 那麼多人 這個小球 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 是很不容易的 那才看